今天阿星要讲的是两个赌徒之间的故事切牌 影片一开始,一个身穿西部牛仔套装的男人走进一个酒吧 酒吧女招待很快注意上了这个男人,便走上前去搭讪 男人向女招待介绍说自己的名字叫做大肠 他问女招待现在这里还有没有那张可以无限量下赌注的赌桌 女招待看大肠的眼神产生了些变化 他点了点头,然后将大肠带到了这张赌桌旁 并且告诉大肠,在这张赌桌上除了他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 他从女招待的嘴里得知这个人的名字叫做二狗 提起二狗的名字在这个赌场上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就连是坐在吧台上的调酒师都提醒大肠 二狗不是什么简单的人物,让大肠提防这点二狗 其实早在一年前大肠就知道了二狗这好人物 并且早已和二狗交过手 这个世界上怕是只有二狗才能够算得上是自己的对手 最后大肠来到了二狗的赌桌前,这家二狗的态度非常随意 明显是一副看不起大肠的样子时不时的用画条看大肠 你以为你还是当年的赌王吗 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我才是天下第一 大肠听到这里,心里面更加的恼火 马上就提出要和二狗一赌定胜负 二狗也是完全不留情面,当即就揭穿了大肠 说自己早已经知道大肠在拉斯维加斯赌破产的事 现在的大肠根本就没有本钱来赌了 大肠有些难堪,但他依旧表现出一副不认输的样子 并且告诉二狗,就算自己身上还有100美金 也照样能让二狗输得倾家荡产 二狗不屑的一笑,说他根本就不在乎他身上的这一点钱 他要和大肠赌的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大肠赌输就要滚出小镇 就这样大肠统一了这场赌局 两人先是摇骰子比点数 结果两人竟然同时开出了六点 大肠觉得有些扫兴 并且提出要玩更加过瘾的俄罗斯轮盘 二狗从车的后备箱当中拿出了一支左轮手枪 在手枪转轮中放上一颗子弹 然后两人交替拿着手枪冲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 直到其中一方补星被子弹打中而亡为止 连续五次之后轮到大肠开枪了 很明显这一次的转轮里一定会有子弹 大肠拿着这个枪对着自己 二狗非常得意的觉得自己已经赢了 大肠不是轻易认输的人 直接吵着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板机 好在最后一发子弹并没有出现 大肠则怪二狗 二狗则向大肠解释说 因为这个手枪放置了很多年 子弹有可能受潮 所以两人都很无奈 这时二狗嫌弃赌命还不够过瘾 想要来点更大的 用更刺激一点的东西当赌注 于是走火入魔的两个赌徒又开始玩起了大牌 谁输掉谁就要被切掉一根手指 第一局里二狗输给了大肠 大肠挥刀好不犹豫的将二狗的手指从手上切了下来 但偏偏二狗今天的运气很倍 两肠赌局下来 二狗的左手指剩下了三根手指 反观大肠那边双手都还健在 紧接着大肠又再次获胜 又一次剁掉了二狗的一根手指 但接下来幸运女神好像转变了立场 二狗在下一局终于引过了大肠 大肠局的情况不妙 就想要和二狗他讲条件 他告诉二狗他可以把之前砍掉二狗的手指重新还给他 然后赶紧让医生过来将他的这些手指重新缝合上 但二狗却摇了摇头 他告诉大肠他宁愿惨疾 也要让大肠承担和自己一样的痛苦 就这样大肠的手指也都被二狗剁掉 随着镜头的推移 两个人已经来到了医院的病房当中 已经失去了双手双脚成了人棍 但是赌博游戏仍在继续 没有双手双脚 他们就用鼻子来赌下棋 这是他们人生当中的最后一场赌局 但结果会是什么无理